800万卖掉了上海的房子 花了600万在武汉买了套别墅养老 现如今却感觉烦恼不断 真的是肠子都回青了 大家好,我是小柱 这里是湖北的武汉 现在大家所看到这边是一个别墅小区 我们大家都知道 一般在大城市里面都有非常多的高端别墅小区 这个别墅小区的位置也特别的好 它就紧挨着五千的 这个老乡告诉我说 他们这个小区的别墅面积有大有小 小的话几百万 大的话差不多一两千万 哇,在这个小区里面还有这个小河 不过那小河的水感觉也不是特别的好 朋友们看一下他们小区这个绿化 真的是非常的茂密 这个老乡告诉我说 他们这个小区的别墅独栋的都带一个花园 地上的话是三层 地下的是一层 还有一个地下室 所以说上下加了起来差不多有四层 他这个房子上面做了一个隔热层 朋友们给看一下 因为我这个老乡 他是湖北人嘛 当时因为他在上海那边工作 想着说自己的父母年龄大了 所以说准备回湖北这边来买一套房子 自己养老也可以照顾自己的父母 所以说他在六年前卖掉了上海的房子 在这个小区买了一套别墅 不过去年搬进来之后 我昨天见到他之后 他住了一年多 他跟我说住进来真的是各种的烦恼 真的是非常的后悔 我老乡前两天跟我说 因为他买这个房子的时候 没有考虑的那么多 没想到在去年的时候 在这边装修前天后花了差不多一百多万 本来想着手上还有一两百万的积训 现在花的差不多了 当时他也找了好几家装修的公司 因为说实话 这个别墅的面积这么大 放在这里 说实话找了很多家公司 问了之后 基本上都是要花这么多钱 看到这里的时候 可能很多网友会说 他住的别墅有什么烦恼呢 他昨天跟我说 第一个烦恼是什么呢 就是说他当时在上海那边上班了 一个月工资两三万 然后去年来到武汉之后 这一年多一直是没有工作的 找不到合适的工作 找了很多工作都是几千块一个月 所以说他说每天住在这里 都感觉各种的不安 因为说实话 没有工作就没有收入 并且的话 他这个房子这么大的面积 每个月的物业费 家庭的开销等等 朋友们可以看一下 这边的话是叶植湖 是一个湖景房 不过说实话 这个湖边上 为什么这么多这个草 感觉这个湖 都比这个草长住了一样 并且的话 这个小区的房子和这个湖边 差不多就是十米左右 湖景房 朋友们可以看一下 他这个小区 全属于这种湖景房 说实话 如果住在这里 每天看到这个湖 也是特别的幸福 但是我的老乡 他说每天他开心不起来 他说他第二个烦恼是什么 就是说每天住在这里 白天都不敢开窗 并且的话 基本上是不敢到 这个后院 后面这个院子里面来 我问他为什么 他说 这个小区的绿化太多了 蚊虫太多了 他说大白天好多蚊子 都不敢开窗 不敢开门 更不敢跑出来 他说每天 想着说出来散散步 但是真的是不敢出来 还有特别是 到了晚上 他说怕有一些 长虫 还有一些老鼠之类的 跑进去 所以说他们家这个 窗户盒门 一天到晚是关着的 我说你没有问下 你的邻居 别人在这里住的怎么样 他说有的邻居 在这里住了很多年 已经习惯 适应到这里了 所以说他说 他在这边 真的是各种的不适应 第三点 他就说每次在下雨的时候 他都特别的怕 他说这个房子 离这个湖边太近了 每次下雨 他就站在这个窗户边上看 我说一般像这种房子 这个下雪做的特别的好 不可能说发生什么样的一个情况 他说虽然说不会发生什么情况 但是他每次下雨都比较怕 所以说他每次下雨 他都不敢睡觉 所以说他入住进来之后 真的是各种的不适应 这边的话 也是他们小区的一个别墅 基本上是没有住人的朋友 可以看一下 这么好的一个房子 整个院子里面 可以说是杂草丛生的 看到没有 为什么还有空在这里 我老乡说 他们的小区里面 还有好多的别墅 是空着没有人住的 当时别人买了之后 可能装修太贵了 还是什么原因 一直是没有入住的 朋友们看一下 他这边有一个地下室 不过说实话 这种别墅 有的人住的特别的合适 但是有的人住的就是不合适 根据自己的情况而定 好了 以上是我今天的实判 朋友们 这种别墅 你们敢住吗 住在这种别墅里面 到底是怎么样的 欢迎在评期给我留言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